今集会看下为了令小朋友更早了解虚拟货币NFT等的概念 有家长带他们参加游戏工作坊 另外会看下电讯箱用什么方法改善攻下互联网基建配套落后的问题 虚拟货币NFT再说到去中心化区块链记相 要将这些连大人都未必个个听得明白的抽象概念 解释给小朋友明白然后应用得到 真是少些功力都不行 有家长带自己的小朋友参加相关的训练班 一起跟去看看 是不是蛋? 太阳 太阳蛋是不是? 什么? 蛋黄 蛋黄 手套阻止自己, 又不怕骯髒 你也可以脱脱 这帮小朋友最小九岁, 最大只得十一岁 正是聚精灰神在画画 就这样看, 无论是画得抽象还是具体细致 在他们心目中, 元宇宙都是七彩纷纷, 开心夺目 这个《云上的小猫和小肚》是哪个? 他手 这幅是否你画那幅画? 我们现在将这幅画转变成为NFT Steven教的这个工作坊, 其中一个卖点 是教小朋友认识元宇宙, NFT等抽象概念 小朋友完成了画作之后 Steven的同事就会将他们的心血结晶制成NFT 我们将他的画作转变成NFT 然后放在OpenSea这个平台上 只要小朋友搜索一个QR码 我们会给他一个搜索 搜索一个QR码 就可以找到自己的画作 完成NFT制作之后 每位小朋友即场都会有一张证书 列出NFT项目的名称和大概内容等 先把证书拍一张漂亮的照片 为了令小朋友进一步了解交易NFT 背后有关区块链的原理 准备好的话 大家再上另一堂了 每人就会有一个教导 你要留心 现在每人都有几个虚拟货币 和作为奖励费的道具 这只巨型的戒指 就是小朋友要镜头的项目 过程中每一次镜头 小朋友都要记下交易时间 交易金额和买卖双方的名字 就会像帐簿那样做记录 那我们就会拿一些保石仔 就当是一些奖励 就给一些记录元 就像真实的比特币的情况 如果那个人有做到事 我们也会做得好 我们就会有些奖励给他 过程中小朋友会认识到 何谓虚拟货币 NFT 用来奖励见证交易的奖励费 以及分布式账簿 这些都是区块链 去中心化交易机制的重要内容 那我们的游戏 就会分了不同的道具 就好像这张记录帐本 就好像现在的 加密货币上的分类账簿 然后这些小宝石 就会代表一些 一些手续费 一些奖励 然后这些金币 就会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一些加密货币 好像太方 比特币 然后这个大宝石 就会是 可能代表一些NFT 一些你上网的资产 网上买到的东西 我们就会用一个 物体去呈现给小朋友看 因为其实如果我们口讲给他 这一件是非常之虚无的东西 可能他们不会很容易去理解到 但我们会透过一些小游戏 让他们简单地明白 这件事的概念大概会是怎样 正当这群小朋友 开始学习NFT 与宇宙等概念 有一位差不多年纪的小朋友 已经率先拥有自家创作的NFT行目 我的名字是Artist 我是八岁的NFT艺术 我从小就很喜欢艺术 早前Othus参与了一个展览会 今次展览会最特别的地方 是一批来自本港和外国的艺术家 剪出了一批NFT画作 Othus说他今次的创作灵感是来自蛇 我很喜欢蛇 是因为我是熟蛇的 很久以前已经出生了蛇 蛇是很厉害的 牠们可以伸出感觉的空气 牠们就知道 牠想吃的东西在哪 还是想吃牠的东西在哪 所以牠就可以早跑走 所以牠是很厉害的 是用来感觉的 三、四岁 小时候已经开始画画 上年五月 牠开始将积累下来的画作 再制作NFT 牠说制作NFT过程中 遇到困难的话 就会找妈妈出手帮助 是呀 我是上年五月 我就开始NFT这个Artist 所以我从那里开始 我就画漂亮些线 画漂亮回去 让它移动 然后就变成我第一个NFT 现在我就是用3D 还有2DAnimation App 都有用 和Editing App 每天要做30分钟 最少 但是都缺乏多久 有一些NFT要做几个钟才完成 有一些NFT要做几个钟才完成 有一些NFT还要做几日才完成 好像我3D那些 除了将深爱的蛇画变成NFT 创意无限的牠 除了将画作制成NFT 牠接下来还进一步打算 丰富NFT内容 我打算以后 可能会做了很多条蛇 可能50左右 我打算做一个好像卡通片 的NFT 即是几分钟 然后全部的角色 就是我Snake Overload的角色 在大人的世界 NFT业卖代表有钱赚 但对于只有八岁大的Octis 反而有另一个意义 那你打算如何处理 你得到那些Ethereum 甚至一些增钱 你打算如何用 我打算翌日 我打算用我那些NFT钱 来帮助其他要支持的人 就是买他们的NFT 去支持他们 但现在我就不知道如何用 再让妈妈保持住 在印度这条偏僻的农村 因为缺乏电源 令到农作物难以冷冻保存 如果卖不完 农作物很快会腐烂 造成浪费 印度一间科技公司 就发明了不用用电的 太阳能食物干燥机 以脱水的方式 延长农作物保存期至12个月 像这一块姜 原本靠太阳晒 需要6至10天才会变干 现在放入干燥机 6至8个小时就可以了 脱水时间缩短了 可以减少微生物和真菌滋生 食物不容易腐烂 还可以保留蔬果中大部分的营养 完成风干之后 农民会将干燥的农作物 包装成新产品出售 科技公司更加会和农民合作 将产品转售给食品生产商 帮助农民增加他们的收入 同时又可以减少浪费粮食 你的机械手这么没礼貌 别人跟你骗手 你竟然立刻缩手 不好意思 我好像错了重点 说明是测试机械手 当然看它反应够不够快 没碰到它就弹开 反应快到这样 原来因为它手上有黄牌 所谓的黄牌 就是这块好像海绵的智能发布胶 胶里加了微小的金属火粒和电极 机械手一旦感觉到近距离有物件 便会作出反应 除了会感应距离 由于智能发布胶是一种高弹性聚合物 就算将它狠狠地切开一半 过了几天它都能够自动黏起来 自我收复能力非常高 来自新加坡的大学研究团队相信 这种智能发布胶能够在五年内 正式应用在机械人身上 届时当人类和机械人一起工作 需要有更多身体接触时 就可以避免发生意外 5G网络开通了一段时间 5G手机又推出了 但不代表每个人都可以享用到 5G网络带来的方便 下一节回来会看看 下节回来会员 他要择动了 不要再因为我吃饭了 你总是擦高又擦低 现在还弄成我腰栓骨痛 让我休息一会 你要脱了 你先冷静一下 这里有这么多猫 要知道它们哪一只不舒服 哪一只不舒服 哪一只不心机 其实都真的有点难 也见及此 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开发团队 就特地研发了一个APPs 只要用手機鏡頭對著貓貓的樣子 AI 就會透過牠們的耳朵、眼框和捉鬚等等的變化 來判斷牠們是否有不舒服 團隊說程式開發初期都遇到不少阻滯 例如有用家說因為貓貓顏色太深 Apps 就捕捉不到牠們的樣子 雖然如此,有獸醫就給Likes這個App 說Apps 除了幫到一眾貓爐了解牠們的寵物 業界也可以用來學習貓貓的身體語言 現在大家都會手機隨身 去到一些收不到流動網絡的地方 確實是挺煩的 如果連固網寬頻在自己座大廈沒有線到戶 就更加令人煩惱 因為不是所有地區的固網基建配套 都可以支援光纖到戶 為了改善這個情況 有流動網絡商就利用5G網絡 推出補救方法 一起看看 人來人往的觀塘 工廠大廈臨立 不少公司都會租用這裡的工廈做寫字樓 在物業管理公司負責業務拓展的Marco 每天都會跟200多個同事 在位於觀塘的總公司上班 過去大半年 疫情化生令他們的工作 一下子加速數碼化 其實是很容易上班的工廠 是否有空間的工廠 可以做到的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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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接觸的距離 而工作的表現又能夠保持 所以網絡可以在這方面幫助我們 物館公司不少工作 牽涉大量的資料和數據 例如開業主大會 或者上載巡樓紀錄 需要在總部和旗下的物業之間 進行全取紀錄 如果同事出去做一些大型的聚會 例如開業主大會 例如開業主大會 兩、三個小時的負責 通常同時都會拿5G負責 順便做一些提供 例如有甚麼文件 要即時在伺服器或NAS 拿出來工作 或加上NAS 這個5G也是一個更多 Marco所說的NAS 即是網絡儲存裝置 由於它們不像其他公司一樣 將資料寄存在雲端 而是儲存在公司內部 所以對互聯網頻寬要求更高 很多時候有很多資料 我們都會在網絡上進行 資料寄回公司 或者由公司資料寄回網絡上 會議上的錄音 例如相片或維修紀錄 我們都希望它可以日常 可以利用公司NAS的系統 去做一個上載或下載 它們可以立即有資料 傳統工廈實用率較高 平均赤租相對低 往往都是吸引公司 租來做辦公室的原因 不過針沒有兩頭利 代價就是這類辦公室的 互聯網基建落後 新興建的商業大廈 通常都已經鋪設光纖 個別甚至光纖入戶 Marco表示 他公司總部所在的公廈 除了只有兩間寬頻商有鋪線 網絡速度亦非常不理想 我們都問過很多不同的網絡企業 他說因為這間公廈的限制 所以我們的網絡速度 只能達到100MB 其實很多東西都會限制 例如網絡的閃電 這類問題經常有可能發生 我們可以檢查到 大概限制是100MB的檔案 大概是5至7分鐘左右 如果在外面接收到NAS上下載 如果上載的話 相對就更加會慢一點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們在寬頻以外 加入了一個 插了5G SIM卡的Wi-Fi中介裝置 提升公司的網速 網絡下載速度 可以達到240至290MBps左右 比用的固網快3至4倍 不過上載速度 就跟他在用的固網差不多 都是30多至40多MBps左右 網絡設備商表示 Marco所屬公司的頻寬不足情況 在一般選子公下的公司很常見 會局限公司的數碼轉型 原本的寬頻因為大廈的環境很久 所以他們想再升級高一點 因為他們也有分享過 想做數碼化的 但是有很多網絡的流行 但也做不到 所以他們考慮一個 放一個5G的樹屋上進去 而令到他們的頻寬 一下子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增長 5G除了提升公司總頻寬之外 有後備互聯網連線 就可以減低突然斷線的風險 在他們的數碼中 他們會做一個叫做 整合了一個Fixed Line 即是一個有線的寬頻 即有線的網絡 再加上一個5G的網絡 而架設了一個可以互相做回應 例如說如果有線的網絡 有甚麼問題 或者突然間網絡擠塞的時候 它可以很快地轉去做5G的時候 那一下子就不需要停止整個運作 為滿足後備連線要求 Kingsley除了為物館公司 部署5G Wi-Fi中介裝置 還多加了一個路由器 集合有線寬頻和5G無線寬頻 防斷線之外 還可以將上下載要求 平均分佈給兩條線 5G其實是一個叫做Van2的地方 所以就會令到它的工作 可以繼續做 就不會有中斷 第二個選擇就是Low Balance Low Balance 就是將那些頻寬 在一個適當地 將兩個Van1和Van2 即是有線和5G的網絡 一直都可以平均分配到網絡 不過他說由於5G月費計劃 推出不久 一般都有每月數據量上限 所以5G連線 一般只是顧網出問題才採用 或者對網速要求很高的應用 才轉去採用 最重要是中小期 所以可能他說 例如我突然要上載一些很大的檔案 或者我真的要一個很重要的視像會議 我要一個很低的latency 要去進入一個視像會的時候 可能他就可以轉為5G這個方案 其實他一般在日常運作 大部分可能60%、70%的時間 但不需要那麼加速的時候 他仍然可以用他那條友善的網絡 所以在成本方面 他們會做得更加會更好 這個路由器 除了用來集合兩條不同的寬頻 還有基本的防火牆功能 Kingsley認為物館公司 因為有很多員工要外勤 隨身攜帶流動的5G Wi-Fi彈 會方便他們日常工作 例如我手上現在看到一個 是5G的Wi-Fi hotspot 其實就是帶著他去做一個流動的辦公室 例如說我可以出去在他上室的時候 他突然間會做一些視像會議 或者他要上載很多檔案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這個就是 配備一些5G加上Wi-Fi錄的一個網絡方案 他可以隨時隨地都可以很輕鬆地 可以做到他們的工作需要 種植物除了可以淨化空氣 令環境清幽之外 最近還發現多了一個新用途 有報導 英國劍橋大學的研究團隊 嘗試用海藻製造生物電池 將海藻養在一個只有AA電池 那麼大的金屬盒裡面 然後再加淨附極 團隊發現海藻所輸出的電量 竟然足以推動到一部單板電腦 而且一部單板更加可以運作一年那麼久 團隊說 雖然海藻電池的電量 仍然未足以代替一般的乾電池 但都算是一種又便宜又持久的電力來源 不少物聯網裝置 有時都會裝在偏遠地區 生物電池或者可以令到這些裝置 更容易長久在大自然運行 下星期我們會介紹一種 能夠大大提升用水散熱效果的散熱層 看看大家 如果在創科方面有好介紹 電郵給我們吧 新 indoorsqlash interact